征戰五環殿堂 每一場都盡全力去拼搏 台灣拳擊女王陳念琴 在巴黎奧運66公斤及八強賽 對上烏茲別克選手 去年世錦賽的銅牌得主哈米多娃 比賽過程中 雙方激烈纏鬥 第一回合 陳念琴就展現嚴密防守 讓對手難以發揮攻勢 先以4比1取得領先優勢 到了第二回合 哈米多娃採取主動攻擊 積極的跟陳念琴換拳 兩人陷入苦戰 扳平了局勢 來到決勝第三回合 陳念琴展現抗壓力 好幾次擊中對手 掌握了場上節奏 最終獲得5名裁判一致青睞 順利獲勝 打進4強 確定保底銅牌 也是繼吳世宜之後 本屆奧運台灣拳擊第二面獎牌 刷新了對史記錄 我要的不只是銅牌 我想要再繼續往前 我希望就是大家看我比賽 是一個享受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就是一關一關過 陳念琴下一站就是四強賽 他將會對上中國隊好手楊柳 贏了就有機會爭取奧運金牌 而對方是杭州亞運金牌 以及市井賽金牌得主 實力不容小覷 但是陳念琴享受擂台 也把最好的技術展現出來 力拼獎牌顏色再升級 TVBS新聞採訪團隊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